我发现传奇最近造MPV上瘾了 你看那个M8宗师版上市了也就不到小半年吧 然后前几天的上海车展上 它又出了一个新的MPV 叫E9 就是这车 其实这个车的长相啊 跟M8宗师不能说是一模一样吧 起码也得是八九不离十了 你看宗师用的是那个叫什么 狮什么来着 东方熊狮 对对对 狮子的那个棕毛的感觉 所以它是竖式的 但是你看这车啊 用的是六根横幅条的 而且是无边界的这种中网设计啊 就多了点 哎呦呦 你挡着我了 嗨 反正它有多了点新能源车的这种即适感吧 反正我个人是挺喜欢的 我倒是更喜欢宗师那个大嘴 过来过来 而且我跟你说啊 就在上海车展上啊 这个一九 它一共是发了三个旅售版本 那低配和中配用的是这种的横幅条的版本 但是顶配车型39万那个 它居然用的是跟M8宗师一毛一样的那个数千连 这你受得了吗 就这种设计呢 我个人觉得啊 对花钱最多的那些用户不太公平啊 反正我稍微有点想不通 当然了它上市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调整啊 反正还有一点时间呢嘛 对吧 那么另一个差别啊 在副驾驶 对你从那边咱们一块看看 就是在这儿 那传奇M8宗师版啊 在这儿是一个国风的山水式版 对吧 但是这儿呢 你看着是没有了 对啊 不对 一点 是一个12.3英寸的屏幕 nice 然后跟车机一直连着的 你看电影电视剧啊什么的 全都有 还有什么读书功能之类的 对 总之呢 就是副驾驶可以专注的看前面 不会再打扰这个驾驶员了 那好处你都懂吧 哦 哎 疼吧 差不多就这样了 等等 然后呢 你看看后面 那是啊 跟之前那个不一样 哎 咱们到后面看看啊 我强调一下啊 其实去年这个M8宗师版出来的时候 就已经是一气出了两种内饰道装 去年拍的那个黑白配的国风山水呢 是其中一个 另一个就是这个黑红配了 呃叫什么来着 呃欧式割据怨风 对 反正呢 我觉得是挺拿范儿的 对吧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 呦 这是什么 啊 什么玩意儿啊 这个 哎 充电口嘛 对吧 快充 慢充 哦对了 它现在有一个隐藏功能啊 多了一个对外放电功能 你去露营的时候 可以很方便的接那种电火锅 然后投影也都行了 原来这是辆电车 呃对 但是不完全对啊 它是混动 但是呢 是插电混动 哎 你过来看 它能上绿牌 phev 你应该听过吧 最近应该不少的新车都已经用了这个技术了 那么你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成啊 宗师双情版的一个加强版吧 它更像电车了 而且你看多了个屁吗 bhev 你说多个傻 呃 你别误会呀 这个屁其实是英文 plug in的缩写 那就是插电外接充电的这个意思了 那还怎么跟你解释呢 来往前走 其实油混和插混啊 都是可油可电的 但是区别呢 就是这个油混 它是主要靠发动机驱动的 它的电池很小的驱动电机 只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 能够省点油而已 但是这个插电混动呢 那么它的电机系统啊未必特别强 比如说这个19吧 驱动电机最大功率是134千瓦啊 跟M8双情是一模一样的 那扭矩呢300牛米稍微的大了一丢丢 但是呢 它的电池大多了啊 现在是25度了 那纯电续航呢就从油混的两三公里 变成了现在的106公里 也就是说呢 基本上如果你家里有充电条件的话 勤补着电 那么日常通勤 你完全就不需要烧油了 非常的经济 听起来还不错 可是忘记充电咋办 那就当油混开呗 反正其实它们的油耗是差不多的啊 你看啊 双情的WLTC油耗是5.9几升 对 那么这个19X混版是6.05升 稍微的高了那么一丢丢啊 这车多少钱来着啊 它公布了三个版本的预售价啊 一个是33万低配 然后中配是37 再有一个高配是39万啊 也就是说 基本上比那个双情版呢 均价贵了3万块钱 3万块钱 也就3万块钱 怎么了 你嫌多是吗 我觉得还行 对啊 可不就是还行吗 我给你算吧 这个油混呢 它的油耗大概是在六七升对吧 也就是说和一公里是五毛钱左右 这个使用成本 那么19X混版呢 如果你用电的话 基本上就是一毛钱一公里 那么相差四毛钱一公里 那简单的算一下 基本上 哎 你跑 七万五千公里就能省回来了 充一次电跑一百零六千米 充七零七次电就回本了 妙啊 那我为啥不买M8宗师燃油版 比它便宜六万块 你能不能有点追求啊 这两个车的驾驶体验 其实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么说吧 如果把M8的宗师版 当作一个2.0代的产品的话 那么这个19就相当于至少2.5代的产品了 我不信 那咱们出去溜溜啊 换一下位置好吧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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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